MVTI實境闖關綜藝 哈囉!LiTV的粉絲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任榮萱 很開心可以加入台灣首檔MVTI實境闖關綜藝節目 BEBO 願望合夥人 透過人格分析來猜出哪一位是我們的最終冠軍 我覺得要猜對冠軍最重要的點是 你要去觀察然後跟分析 但是其實說實話他有一點運氣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定要收看我們節目收看到最後一集 所以我們要來俏皮的來偷偷的問一下榮萱 你的中獎機率高嗎? 每逢過年過節我都一定會買個彩卷呱呱樂來玩一下熱鬧一下 那基本上呢就是大部分都是貢咕啦 沒有拿過大獎 了不起就是個安慰獎 買個500的呱呱樂呱個200塊 這樣子OK吧 那再來就是你覺得透過這個節目MVTI啊 那你覺得他可以就是透過這樣的節目 你可以帶給人家什麼樣的一些表情 或者是幫助到什麼事情 其實MBTI這個人格特質呢 我自己也有去測試 然後身邊的朋友也有去測試 其實真的那個準確度還是算滿有的 那我覺得他可以怎麼樣就是幫助到我們生活中 就是也許說你跟這個人完全不認識的時候 可以透過這個人格特質先去第一步的了解他 就是一個第一關係跟第一印象 或者是你可以知道也許怎麼樣跟這樣子的人相處會比較適合 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種看跟人相處的方式吧 對但是也不要說就完全依賴他 因為人與人相處還是有很多的變數 這只是一個參考值啦 記得準時收看Beebo用望合伙人喔